新店区长林黄元虽然才刚接手驱证工作 但几乎没有适应其和磨合其的问题 因为他曾经担任新店护证事务所的主任 在护证服务十多年 而且本身就居住在新店 因此对于地方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相当熟悉 也期许自己能为新店区民众创造有感的幸福生活 由瑞芳区长转任新店区长的林黄元 虽然才刚接手新店驱证工作 但因为本身是新店在地人 居住在新店三十多年 且先前曾担任过新店护证事务所主任 因此对于在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凉弱执掌 他表示过去在护证的时候 就与地方上保持相当良好的互动 而这次再次回到了熟悉的环境 除了倍感亲切 也将更积极为乡亲们服务 比如说几条的浅试器 比较容易崩塌的地区 比较容易有落实的地区 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 来列管 另外的我们的公墓 像第一公墓的搬迁 还有那个十四章那边的一个重画 还有我们的安康的那个 到位解交通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 我们会跟那个事务 一致的一个团队合作 来解决地方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而针对新店区民众非常关切的行政园区的进度 新店区长林黄元指出 目前园区计划已经通过都更 今年各机关会先进行搬迁 而未来这块园区还包括了国民运动中心的建制 相信将为新店创造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今年的七月底以前就必须要完成班圈 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来完成这个都更的工作 这个都更完成了之后行政园区 这边还有一个运动中心 这个对我们的地方来讲 是唯一的宇宙 所以会让市民感觉非常方便 新店区长林黄元表示 陆瓶灯亮水沟通 社区安宁环境整洁 这些看起来像是小事情 但对于地方民众来说就是大大的幸福 所以未来他将以在地人在地心竭尽心力 为新店区民创造一个有感幸福的生活 记者杨邦友 长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